指出MERS的死亡病例达到4例了 到今天早上6点新增病例多了5例 目前确诊病例已经达到有41例 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新增的确诊病例当中 有位是空军的总军事长 这是第一位军队中传出MERS的病例 而这名军官是在5月份的时候 到过首例确诊病患的医院就医 所以目前MERS疫情在南韩当地持续升温 超过1000所学校停课了 比较担心影响经济层面 南韩央行也正考虑寄出降棋的措施 而在大陆方面 曾经和南韩患者密切接触的78人 现在也都已经找到 正在集中隔离观察 这最新消息提供给您